徐凤年在湖底摸出一大捧鹅卵石,丢到地上,再跃入冰冷刺骨的深潭,如此反复,半天时间被他摸出四十来颗,筛选掉一半,都堆在瀑布厚洞内,做完这件古怪事情,才提刀前往竹林,说是紫竹林,其实夹杂了不少南竹磁竹算盘竹,数万竹竹子会成竹海,一有风起,便是竹韬滚滚,生机盎然。 徐凤年喜欢来这边捉些竹竞鸡和弹琴挖下饭,总没有理由挨了一箭都不去占些便宜,听奇牛的说到了冬天,这里的冬笋最为美味,徐凤年不知能否熬到那个日子。 武当第一呆子便住在竹海深处的一栋简陋竹楼,他练剑喜欢在竹林上端踏拨而行,剑势如浪涛,真正是势如破竹。 徐凤年进了竹林就抽出秀冬,时刻提防着那件吃王小平莫名其妙的一箭。 只是今日不知为何,直到徐凤年望见了竹楼,王小平还未出箭。 壮着胆子继续前行,徐凤年身上已经衣衫湿透,怪不得世子殿下如履薄冰,那件吃屎真吃,才不管什么北梁三十万铁器,不管什么大祝国徐霄,不管武当山脚那四字牌坊,他心中只有箭。 所以每次仅出一箭,徐凤年都得聚集全部精神器去小心应对。 王小平缓缓走出竹楼,坐在一把竹椅上,并没有背负那柄镇山之宝的神徒。 徐凤年将袖冬归翘,走过去坐在王小平对面椅子上。 不拿剑的剑吃,就只是一个相貌英俊的中年大叔,神情僵硬,道袍朴素。 王小平成为武当道士时间很晚,传闻上山前是个富家浪荡子,不谋仕途,痴情与美人和剑,受过一次情伤后,便是美色如虎狼,一怒之下散尽家中财物,上了武当。 别人一辈子不得悟透的绿水亭甲子席剑路,他仅花了三年时间,便烂熟于心,最终成为上一代长教的弟子,之后更是晋升练剑,走一条自创剑道的艰辛路子。 王小平手中碾了几片去误查的生茶叶,放进嘴里细细咀嚼,表情木讷,眼神却异议。 徐凤年做了几炷香十分,就只看到武当山第一呆子细嚼蔓咽茶叶,秋茶比起春夏两茶略显枯老,茶味和淡,更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生吃。 徐凤年听着竹叶萧萧,没来由想起当年二姐的一首永竹诗,约莫是将竹声誉为民间疾苦声和美人迟暮无叶声,当时很是被世子称道,只怕现在他在上音学宫一番辛辣点评出世, 世子们都悔不该当初对徐卫雄那般吹捧了。 徐凤年环视一周,除了竹子还是竹子,觉得无趣,就握紧秀东,起身默默离开。 王小平望了一眼世子殿下背影,似乎在犹豫是否要将一株竹子做长剑。 徐凤年离开竹林,再次一金湿透,这竹林果真不是人呆的地方。 那一剑不出,远比出剑来得更让徐凤年心惊胆战。 山上柜子落剑。 徐凤年在玄仙峰下的深潭,不知道上上下下几次,武当山其余有水有湖的地方也都没落下, 总算被他摸出了四百多颗鹅卵石,黑白两色,堆积在茅屋内。 柿子殿下除了拿秀东去斩坯瀑布,剩下就是用秀东雕琢石子。 绿水亭甲子席剑路中有一种剑法类似女子绣花,称作天女散花,最是惊喜玄妙不过。 大概可以媲美吴家剑种的精神剑法。 徐凤年就将这种剑势套用在秀东刀尖上,一笔一画,都极为耗费心神。 起先每日不过雕刻出两三颗石子,已是极致,渐入佳境后,每日四五颗,等山上下雪时,徐凤年可以闭眼下刀,一日攻成十三四子。 徐凤年掐指算了下,差不多到了离开武当山的时候,毕竟还要去九华敲钟,对北梁王府来说,这是雷打不动的事情。 不知为何,对于武当掌教王重楼的内力转嫁仪式,徐凤年看得越来越淡。 也不知是奇牛红喜相的天道,还是王小平的剑合竹,或者是太虚工钱的是沙帖。 红喜相耐心雕琢出三百六十一子,黑子一百八十一枚,白子一百八十枚。 纵横十九道,十九相成,便是三百六十一。 前一幕话中,徐凤年刀法由粗入戏,偶尔去竹林逃打,竟能逼迫剑吃王小平出剑,不得不砍断十几颗紫竹,才能将柿子殿下赶出竹林。 最近一次,约莫式燕凡世子和秀东到了极点,一剑过后再一剑,将紫竹林东北角给硬生生劈出了一大片空地。 竹楼外,王重楼坐在剑吃对面,跟着嚼起声茶叶,微笑问道,契机牵引得如何了。 只在太虚宫前出生的王小平点了点头,王重楼道,你每次出剑在鸣,将徐凤年的刀法和气机都驱赶到一处绿水亭。 在岸,暗藏剑诀,可以倾心引导,不曾想徐凤年以刀法雕琢棋棋子,误打误撞,得了甲子习剑路的精髓。 再者,不知从哪位高人那里学来归西法,在封下深坛底部练刀,与我武当心法殊途同归,本以为我这大皇庭,最多赠予这位世子殿下十之三四,现在看来,十之五六也未尝没有可能。 剑吃面露怒荣,横放于竹桌上的陶木剑身书,毫无征兆跳跃起来。 王重楼伸手清净一幅桌面,古剑神徒归于寂静,笑道,呆子,你这急躁脾性,如何替武当胜过吴家剑种十几代人累积出来的剑道底蕴? 王小平笑了笑,捡起竹盆里的一把翠绿茶叶,大口嚼烂。 王重楼打趣道,你真忍心五道天道都有你小师弟一间挑起,喜相终究只是个不到三十的年轻人,就不怕把他累着。 我们这帮光长岁数不掌悟性的师兄中,就你离天道最近,所以别看你美好脸色给喜相,我却知师兄中,你最看好这个小师弟。 所以啊,等那世子殿下出了山,你再用心歇,挑起担子,学那吴家剑种的吴六鼎,四处行走一番,东海南海,北梁西满,逛一圈,说不定你的剑道就成了,坐而论道,可从不是一个好听的说法。 武当第一呆子点点头,眼神落寞望向这位言谈轻松的大师兄。 王重楼看到这视线,爽朗笑道,不过是一个小小大黄庭,比起武当千年大计算得了什么? 剑翅王小平摇摇头,大概是想说这大黄庭不小。 王重楼不理会这些,呵呵笑道,让喜相偷偷藏起了几颗棋子,这会儿,柿子殿下大概是没找着我们小师弟,只能苦兮兮去谈底找石子了。 我得抓紧时间咯。 剑翅下意识,伸手去握住桃木剑。 武当长教摇了摇头,缓慢起身,走出紫竹林。 王小平呆呆坐在竹楼前,转身一剑劈倒竹楼。 王小平摆 суп、并马铃蚂熬桃君。 增加仇二分析桃钱,蹙下给左养。 所在参缅中是可以做予你方建筋权道的方向,